财会赢在这儿就一定能够赢 对于上海来说 最近也是因为一个人才的引进而备受关注 这个人特别的拼 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近年来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展开了人才大战 户口住房各种优惠政策也纷纷出台 在这种背景下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最近也因为一个人才的引进而备受关注 第一个就很感谢上海 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自己 可以为上海的直播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 也希望在今年的进博会期间 可以通过直播这种新鲜的模式 为上海掀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作为国内一名火爆的直播主播 最近李佳琪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上海市崇明区政府公布的 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的公示名单中 并排在名单中的第一位 因为我的工作是作为美妆锤之类的主播 然后上海是一个时尚之都嘛 有很多的国际品牌 然后化妆品集团都汇聚在上海 所以很多的新老国货的美妆品牌也都在上海 然后很多品牌他们也会愿意在我的直播间做一些新品的一个首发 而且上海是直播的第一层 然后政府的话 在大力扶持我们这种中小型的互联网企业 所以我很喜欢上海这种生活气息跟文化氛围 对 所以选择了做这件事情 崇明区政府公示的资料显示 李佳琪是以其拥有的上海奇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申报的 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信息咨询 商务咨询等 除了李佳琪 在这份特殊人才引进落户名单中 还包括其他五名申请人 包括随签配偶及子女总共15人 涉及建筑环保投资农业等不同领域 目前公示期已经结束 申请人离真正落户上海又进了一步 那么对于上海来说 此次特殊人才评定的标准和过程也备受外界关注 记者从崇明区人设局获悉 依照上海市崇明区特殊人才引进的相关审批管理办法 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会下发至相关产业园 然后再由产业园区向区人设部门 推荐落户人才候选人 通过公示期后 货品人员将依照规定落户 对我们所选的高峰人才来看呢 我们是一人一个方案 一个团队一个方案 在上海营造一个不拼重金拼环境 不重形色重时效的这么一个工作理念 从2018年开始 上海出台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 计划在光子科学 生命科学 新能源 新材料等13个重点领域 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在上海创业 并从住房 养老 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上 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 如今 面对网络主播这个新行业 面对电商直播经济的持续发力 显然 对于相关行业的特殊人才 上海也要收入囊中 确实对于像上海这样一个超过20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 其实需要从事着各行各业的人来维持这个城市的运转 那这话得两头说 那对于个人来说呢 如果你实现了足够的奋斗和拼搏 你也希望有一个理由能够选择留在一个城市 咱们就单就李佳琪落户上海这件事 我们看看这个媒体也带来他们各自的疑问 比如说就有一些媒体的标题是这样起的 叫落户留住带货王李佳琪 直播人才特殊在哪 上海抢下李佳琪给哪些城市上了一课 包括如何让更多的李佳琪自信上路 那这些其实今天都是我的问题 那如何来看待上海这件事 我们来赶快连线一下这方面的研究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震 我们来连线王院长 王院长 您好 您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了 您好 主持您好 在看到上海把李佳琪作为一个特殊人才 引进到了落户到了上海这条新闻的时候 您意不意外 我一点不意外 上海需要李佳琪这样的人才 那么因为李佳琪这个人才 实际上从他从事的直播主持来说 本来就是个人才岗位 而且现在这个行当我们也知道的 不光上海 全国各地都是火热 大家都在着力的培育 长大 那么我们需要这么一个直播主持的港 紧缺人才 另外像李佳琪 她对上海肯定是有贡献的 而且是现在社会多就认同它 实际上人才的评价标准当中 我们最核心的就是不是光学历学位 这个折称 很重要的是你要对社会有贡献 还有一个最直观的就是社会认同你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个我们上海很需要的人才 所以他拿到上海的富可 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 不意外 但是我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媒体用了这样的标题 就是直播人才到底特殊在哪呢 那其实这也是我的问题 因为李佳琪是以特殊人才作为引进的一个理由的 特殊在哪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在比方说在上海的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 比方我们的警觉人才引进目录啊 重点人才引进培养目录当中呢 可能覆盖不到我们一些新兴出来的一些行业 或者新兴的职业 或者新的业态当中的一些岗位 那么对这些岗位的人才呢 我们又是特别需要的 因为整个社会发展特别需要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来评价 怎么来引进 而且我们到目前为止 可能还是比较多的用了 学历啊 支撑啊 支援啊 或者呢 在上海活着工作了多少年 交了多少社会保险 交了多少税 拿这些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 我们特别需要 但是可能用这些衡量标准 我们也一直评价不了的 评价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呢 在政策上呢 就形成了一个 叫特殊人才的一个概念 那么就是为一些 有多么功夫的 或者是一个 这个有特殊技能的 这些人才 我们给它一个绿色通道 那么通过特殊人才 我们呢 把它能够引进来 然后呢 能够补上海的人才的缺 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是在上海呢 给它提供更多的市场 才能的发挥作用的一个舞台 所以特殊人才这个政策呢 现在特别是在不断的 进一步的深化 所以就是看到像这个城市的发展 如何与时俱进 其实也跟如何与时俱进的 引进人才有关 比如说现在电商特别火 直播人才是我们非常急缺的 所以上海就引进了它 那是不是其实上海 在引进人才的思路上 也一直在变 也一直在跟着这个 时代的潮流在变化 这个人才政策 肯定要跟着时代在变化 一个呢 我们这个 我们叫时代在进步 技术在进步 当然最重要的是 随着技术进步 时代进步 那么我们会不断的出现一些 新的产业 新的业态 新的商业模式 当然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社会 总是现在讲 新旧动能 总是在不断的转化 旧动能要慢慢落化 新动能要不断的 把它培育涨大 那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的人才 人才还是为社会经济 发展服务的 它是为社会经济发展 提供支撑的 所以人才政策 包括我们现在的 引财的目录也好 政策的倾斜重点也好 实际上 确实这几年来 上海也好 实际上我们其他地方 也一直在与时俱进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 透露一下 对 透露一下 接下来的这个 上海引进人才的 这个风口在哪儿啊 我们上海引进人才的 风口呢 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三个方面 是得关注的 一个呢 像刚才就谈到 上海对高端人才 特别人才高峰 是人才高峰工程啊 高端人才 是我们一直在 着重的引进培养的 而且呢 现在更加 积极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 创新举措 当然一方面把他们引进来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那他们在上海呢 发挥作用 那么再一个风口呢 我们现在是对 您家快说 第二个第三个都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句话 最重要的 我觉得为年轻人呢 要提供更好的一个 成长的环境 是吧 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觉得 我们要对人才有多样性 好的 谢谢 谢谢王院长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只能连线到这里 给年轻人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 不仅仅让爱拼财会员的人加油 也给那些制定政策的人 加码 吸引人才的方式还有很多 咱们得赶快想办法了 感谢收看 明天见